8月22日,从接近格力电器的知情人士获悉 格力电器已于近日停止对河北经销商供货 此消息已得到多位格力经销商确认 据悉,河北格力总经销商 河北新兴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自发在近日的一次活动中宣布 不做格力了转做菲利浦 上述知情人士还透露 格力电器方面已开始在河北筹备新的销售公司 据家电人观察 近几年格力电器有过多起总部 与地方公司之间的纠葛 主要原因是格力电器渠道变革引起了争端 格力电器盛行几十年的区域股份制销售公司模式 对于格力中后期的发展功不可没 河南、河北、重庆、山东和四川都曾是格力的铁杆经销商家 但后来随着互联网渠道的崛起 格力电器原有销售模式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渠道改革成了格力电器头等大事 安徽格力销售公司先行一步线 正推行新零售模式 线下经销商要从董明珠的店线上平台进货 改变了以往销售公司给经销商高毛利模式